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心灰氣氣鬼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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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嚴重 本來祖廟是在大陸 但是現在在我們台灣開基 是在我們邦教 重慶路三十七號 我們的板橋廟銀宮 這是王先生老祖 現在在我們台灣 在發揮的地方 它有很多歷史的尖國 而且還有一些歷史的嚴格 也有很多身材 神奇 還有特色 觀眾朋友我們慢慢來講 台灣人愛拜拜 拜拜愛台灣 今天製作單位帶各位 關注朋友來到了台北縣 板橋市 板橋市原名為坊橋 在當時為平埔族原住民百街社區 居定人口只有少少 的三萬多人 後來因為漢人逐漸遷入 並形成聚落 所以改名為板橋 來到板橋一定要到最有名 而且歷史悠久香火鼎盛的 妙雲宮 廟雲宮已經有七十年的歷史了 供奉主神為王禅老祖 是王禅老祖信仰的開基祖廟 廟內配似有太上老君 遵病真人 自為先師 以及諸位有靈有盛 靈感非常的眾先佛 而在這歷史悠久 深得人心的廟雲宮 他的過往曾經 歷黃不朽的歷史原則 讓我們請六雲宮的重建主委 劉賓偉來說明 廟落成的時候是民國四十七年 是我父親選第一屆議員 所以廟雲宮見證了板橋 這五十年來的歷史 和板橋成長的過程 那譬如說過去廟雲宮的這一塊地呢 是田園的不毛之地 就如同板橋在民國四十七年的時候 才有三萬人口 那現在板橋的人口數 暴增到五十六萬 接近六十萬 板橋的建設 甚至於廟雲宮臨近的土地 都成為台灣省的精華的豪宅 我一直心裡在想 這個跟老祖的庇佑有絕對的關係 所以我們看到 為什麼在這個一個田園的地區 會成為豪宅 而且老祖在五十年前 在不毛之地的時候 他就好像已經預知 這個地點將成為板橋的最最重要的據點 這個據點主要不在於它的貴 而是在於老祖 他希望選擇一塊 能夠讓板橋人很快能夠到達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心裡經常想到這個老祖 能夠來板橋的時候 把板橋從一個農業的地區 開發成一個商業的地區 所以受到老祖避佑的所有的信徒們 大家都也感受到 我個人剛剛也提到說 這是一個意願 我有幸 不但在整個這個重建的工作上 讓老祖的庙能夠 經過大家共同努力 來把它完成 也讓老祖在建設發達的今天 能夠在心靈上也得到重建 讓大家把目前這種 也許在經過一個進步中的一個建設中 也把自己的心理上 能因為老祖的忽悠 讓大家能夠平安 是我最大的希望 原來廟雲公在民國四十七年的時候 就已經被廣大的信眾所推崇與朝拜 只無奈於當時日據時代的政府管制嚴格 而無法光明正大 替天下受苦受難的眾生服務 只能默默地幫助一些有緣人 而更清楚的一些細節 我們再度請到廟雲公的總幹事 來幫我們回到廟雲公那時歷史的漩渦當中 聽我們說明當時的情形 敘述廟雲公在日本政府的統治之下 依然秉持著服務廣大眾生的情況 今天晚上我今天八十一回 我們老祖的來生是一年來的 這一回在進展 我發展這個時間 我是不確定 但是以我才會確定 七十五年以前我早下的時間 我們老祖的一年來的時候 開機儲作 開機儲作三十一樓 這日本是因為 沒有準備太刺激了來的時候 沒有想要打 所以我們日本人是很嚴重的 這個狀況很嚴重的 你不能擺 你不能擺 你不能擺盡 你如果擺盡 你擺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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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 來生我們就 就六十一樓 我們就在門 頭門了 暗了暗了 暗了暗了 你走開了 你走開了 你喔 你喔 沒有人 我們現在有在補牌 尿牌 去補牌 一定會來人去玩 所以都要暗了暗了暗了 暗了暗了 暗了 暗了 我都四五點開始擺盡 你擺盡 擺盡 擺盡 我們這個 大家有心心 然後擺盡 他會 怎麼會 這麼嚴重 就是擺盡 因為擺盡 擺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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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日本人 以前 擺盡 擺盡 日本人 每次 每次都擺盡 擺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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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因為這樣 我們一回事就開始就現了 很多人 所以 我們這些人 擺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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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